去年十一月凌晨 新北市議員李婉玉到前立委 張碩文住處 某案電鈴 遭到鄰居報警 警方道場不僅動手 朝原警甩巴掌 事發後一度開記者會 指控警方設局 十五號北檢認為 李婉玉襲警 涉嫌妨礙公務 亂按門鈴 涉嫌強制罪 向他起訴求刑八個月 還不得緩刑 一度表示不擔心遭起訴 但警方公布監視器 李婉玉不但毆打員警 還狂按張碩文家門鈴 要求開門撕毀春聯 過去酒後搗亂也不是第一次 事發後跑攤要改變形象 聲稱不喝酒喝白開水 想擺脫斷片議員封號 特別不同 特別不同 因為特別透明 平常不是這樣啊 純水啊 純水啊 對嘛 都因為你們 沒有 起訴後李婉玉回覆 媒體卻語帶保留 表示目前尚未收到起訴書 無法確定起訴內容 未來法官一定會還原事實 最後一句 請大家上網搜尋 楊大志檢察官 似乎亦有所指 2007年停訓會選案 楊大志對受訓人大罵髒話 曾經還被寄過處分 一度登上非常光碟 讓他正義性大增 但畫面會說話 林婉玉歐警案門鈴 鬧事都是事實 未來面對審判 恐怕難辭急救 記者劉士偉 李玉涵 他也報導